今天是至往年通以來 都想要推出全新生活 而你們都是參與這一刻的精靈活拜 他們要做了非常有意思的生意 這個生意呢會讓我們的消費成賺錢 現在的老闆你們有沒有看懂這個趨勢 有沒有看懂真愛人的傷心 當你能夠幫這些店家進去店家的問題的時候 相對的我們住人其實就是來幫自己 公正創造這一組至少後的好幾百億 他們都把花龍都把這組來團隊的滷味 是不是 我們帶來公司 都能看到這組的相機 所以千萬不要說 飛越分球中就飛越奇超級 公司在回憶很快的商店 可是這間公路未來能過去所有商店店 今天我們之前在商店通過的斷 公司的每位遊艦的人 全身六四張四方 從同一趟他之後的推向的登地 有沒有發現他們接下來都是新時代的遊艦人 有看到他們頭上在拔光的 我們來找一下你們 我來找一下 我們來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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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我們有消費,有服務,有性能接觸 從次體會員,我們所招會員經濟 才能夠來臨真正的老人物保證 所有消費的訪問 現在,我們消費的,都會通過消費 叫做有消費,不要付費 我們去遇到現在,我們經過輸了任務的東西 但我們現在的經驗,還在這競爭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高雄,高雄,高雄 2022東森會員消費聯盟全台商店通 全新商模說明會 現在正式開始 那我們用最熱心的掌聲來 歡迎今天的會議主持人 思維晶 歡迎大家來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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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晚安 好 我們一樣要做個自我介紹 好,那畢興城叫思維 我們都說經營東森我們要改變 思維 謝謝大家給思維一個掌聲 好,我覺得很好一地方是 因為我來到東森玩之後 就常常會有人跟我說 欸思維,你媽怎麼會取這個名字啊 我說可能她有發現 我若干年後會來做東森 所以呢,就先把名字取起來 然後呢,才能夠認識呢 這麼多的非常優質的家人跟朋友 那今天呢 我們在座所有家人跟朋友 就在這邊 就是因為我們要了解一個 非常非常棒 非常好的一個商機 好,那居然是個很重要的商機 我們要先做個簡單的一個配合 好不好 什麼配合 來,大家手機先給它變成搖一搖 好不好 把它先變成搖一搖 欸,精力模式 好,啊,它自帶霓虹燈了 那先把它關掉好不好 好,有些夥伴就是家人朋友 那個手機搖一搖 它會變亮這樣子 好,因為待會你的商機 以錯失運 可能就損失上千萬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來思維也工商服務一下時間 來,我們下一張 謝謝,我們呢 除了今天我們有很棒的一個招商內容之外呢 我們呢,目前月商,我們的商店都是非常棒 以及有非常多的家人跟朋友想要一起來做參與 所以呢,我們北中南會一直不間斷的舉辦下去 那呢,今天在巴德培育中心 明天會在我們的台中培育中心 那高雄呢,有顏值最高的市率執展會在高雄 所以呢,大家記得呢,北中南的夥伴都給它動員起來去做參加好不好 好,那呢,來,今天我們講的非常棒的東西 我們呢,在三區呢,我們在分享上電通的時候 我都會說,什麼呢,叫做團隊 只要呢,兩個人以上就可以叫做團隊 好,那什麼呢,叫做合作 就是呢,這兩個呢,他們有共同的目標 為了這個共同的目標,一起共好 它叫做合作 但我們今天非常棒的地方是呢 今天是跟我們的東森一起來合作 強強烈手,這個結果怎麼樣 很不得了,好,很強的對不對 好,所以呢,這麼棒的一個商業模式呢 今天也請到一個非常非常優秀的主角貴賓 好,在座所有家人跟朋友 很多人是,咦,我們聽到商店通 我們聽到的東西 我們覺得很棒,一起來做經營 這位呢,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他是曾經執行過商店通 為什麼呢,好,在若干年前呢 他的自己曾經有個這樣的夢想 以及這樣的商業模式去做執行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的情況之下呢 很難成形,現實沒有辦法做到 更重要的地方是若干年前的網路怎麼樣 不發達,所以根本就沒有辦法執行下去 情況之下呢 他覺得這個商模概念很好 但他覺得不可能 但沒想到今天來到東森 東森把他成真了 所以呢,今天他出生在現場過程當中 不僅本身就是上市上櫃的老闆 開過生物科技公司 讓自己上億的升降 也跟東森一起來做合作 所以呢,是現場所有的家人跟朋友 我們要熱烈的掌聲 歡迎這個帶錢來的講師 好,歡迎我們的黃冠吉 今下是我們的黎明娘黃冠 我們台北的朋友們大家好 好 剛剛思維已經已經介紹我若干年前 正確講應該是23年前 所以我看起來像是23年前的人嗎 其實有點像 因為最近東森有一個很棒的產品叫火水 讓我們有點回春的感覺 好不好 我們給東森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相信今天人數這麼多 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傳卡給各位好不好 那當然這個會議開始 我覺得今天的講座很適合以下幾種人 我們看看我們是不是在以下幾種人 可不可以跟我互動一下喔 第一個你是餐飲業的老闆有沒有 有 有嗎 有餐飲業的老闆舉手我看一下 我們跟這些老闆掌聲鼓勵一下 很厲害好不好 好 第二種我覺得 你會在外面用餐跟買飲料的人有沒有 有 有嗎 應該沒有舉手是怪怪的 有沒有 跟這邊我掌聲鼓勵一下 OK 所以第三種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你對於賺錢有興趣 你今天一定會坐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我相信這句話是不用問大家啦 當然如果你是已經財富自由 然後已經介入退休的 但我覺得還是有一個議題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對於新的商業模式 會有好奇心的人 我想以上這四種朋友 應該南跨今天來到現場的兩三百位的朋友對不對 我們給自己一個好奇的掌聲好嗎 好 那現在我不用太介紹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不重要 我就代表東升來跟大家傳達這個很重要的資訊站好不好 好 那聽說掌聲越用力講師越賣力更好 好那在一開始之前 這個新模式到底是什麼樣的新模式 我用一段影片讓大家來看看 東升要推出的新模式可不可以 那當然講的這個人很奇怪 被遇到外星人 我們阿里巴巴的創辦人 長得像什麼 像什麼 ET 但是他有沒有很有錢 他若干年前其實已經把東升要做的型態 在幾年前 在一個商務會議講得出來 我們來聽他講的什麼好不好 我們掌聲換一下我們馬寧先生 純電商的時代很快會結束 未來的10年20年 沒有電子商務這一說 只有心靈獸這一說 也就是說 線上 線下 和物流 必須結合在一起 才能誕生真正的心靈獸 OK 聽得懂他在講什麼嗎 近幾年 有聽 常常聽到一個叫做心靈獸的名詞 有 但事實上要做到心靈獸的難度其實頗高的 原則上 心靈獸的狂潮其實在悄悄的在幾年前 已經大風大浪的捲起來 但是這兩三年的疫情 各位有沒有發現加速了這三個字 有沒有發現 包含我們在外送平台買東西 叫外賣 這個可以統稱為叫做心靈獸 各位有沒有發現現在很多的餐廳店家 也紛紛成立自己的APP 來做會員招募的動作 這一萬都統稱為心靈獸 這都不是我們所講也不是馬寧所講 包含現在全世界各地的新聞 都有在報導這些事情 心靈獸的時代來臨 線上線下的整合 將要被開始 所以我們拍拍右邊肩膀的人說 心靈獸開始囉 心靈獸開始囉 大家滿不錯的認真 我演講習慣讓大家拍左右人的肩膀 拍二十次這樣好不好 OK喔 好 那當然虛擬融合的簡圖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什麼叫店家跟店商之間的關係 其實很多門市來做體驗 但大多數人沒有在門市做購買 有沒有發現 有 包含我們很大的商店 全聯也好 家樂福等等 都有沒有會員機制 包含其實他有開十里商店 還成立自己的網站 有沒有發現 有 包含我發現有很多餐廳更特別 在全省有很多連署的餐廳 他也成立自己的會員機制 並且在自己的會員機制裡面 上架商城 這件事情代表心靈獸 有沒有受到很多做生意的人重視 有 但我還是要講一句話 今天如果你來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資訊 他們所做的很多叫做白費利器 因為難度太高 我們東升有辦法做到 就是讓電商跟電商做一個完整的結合 大家想不相信 等等我一一來跟大家做解釋 所以未來的五到十年 電商加電商 它一定大有可為 所以我們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心靈獸 其實就是結合線下的門店 再結合線上的會員機制 所結合起來的消費力道 我們統稱為叫心靈獸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拍拍左邊的肩膀說 我們終於懂了 好 我要講心靈獸 為什麼我說東升超資格這麼做 很多人其實都認識東升 聽過東升 也看過東升 那你不曉得 事實上東升在做什麼 我用這張簡圖來告訴各位 它在橫跨兩個很重要的事業產業 一個叫做心靈獸的事業群 有沒有聽過東升購網 草莓網是最近四年我們併購的 包含 它現在這個位置叫做東升的直銷店商 這兩年有沒有炒得熱熱癢癢的 有啦很紅對不對 包含有沒有聽過自然煤 有沒有聽過東升房屋 包含熊貓貓買菜網 在兩年前我們買了下來 包含東升寵物園 這個通通稱為叫做心靈獸事業群 我先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 今天你來到這個地方 我要告訴各位 未來大家在這個地方消費 因為東升會用現金讓利給各位 你喜不喜歡 喜歡 來要做心靈獸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叫做媒體力量 認不認同 媒體鋪天蓋地的告訴大家要做什麼 這也有東升這樣的集團才有 因為它有自己的新媒體事業群 有沒有聽過東升新聞 新聞雲 有沒有聽過量子旅樂 包含你們在坐電梯有沒有看到廣告 有 以上通通是東升的 所以這樣的集團大不大 好 我們給這麼壯大的集團 來個掌聲 好不好 所以要只有市民所有的所有 所有的資源 東升通通擁有 所以我可以大膽的講 如果它沒有資格做 台灣應該沒有其他人有辦法做 認同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哈囉 它比較慢一點 接下來看看 我們在2018年成立的 叫做東升直銷電商之後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網聯通 經過4年的努力 我們已經匯集了70萬的會員 重點是這70萬的會員 不是一般會員 叫做有消費能力的會員 並且它有辦法去做 自己消費省錢 分享能賺錢 各位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都是華人 分享是我們天性 你去買一個好的東西 會不會分享 你去吃到一個好的餐廳 會不會分享 但在過去 東升做這件事情之前 你的分享叫做 得到朋友的什麼感謝而已 但東升加上一個很重要的利益 叫做給你回潤 你覺得會不會增加這個力道 各位你不要小看 這70萬個會員 在去年 這70萬個會員 自己的消費 以及分享所造成的營業 高達21億新台幣 掌聲鼓勵一下 很厲害吧 所以我們在2018年造起了一個很大的風潮 我們在今年 在8月份正式開始 9月份即將上線 我們這座商店通 所以剛剛我們有提到 如果你是店家的朋友們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我會帶給你一個很棒的資訊 因為我們這裡擁有強大的消費力 你信不信讓我們這裡現場所有人去那裡消費 希望 希望嗎 真的嗎 老闆們希望嗎 希望 好 接下來我要告訴各位 什麼叫做網聯通 我們要了解這個機制 網聯通 我們稱最叫自用省錢 分享賺錢 這八個字聽起來 有沒有感覺很好 有 買你原本就要買的東西 你可以回論 你本來就在分享的東西 分享給朋友消費之後 公司跟整個集團 再把原本他的利潤分一部分給你 你覺得利不厲害 我舉個例子 我常常去買春風衛生紙 去全聯 去佳樂福 去哪個地方買 買的價格 品質都一樣 如果今天換到東升買 我不用你去拿貨 送貨到你家好不好 好 價格還比別人便宜 棒棒 結帳之後 月底還退給你一些現金 你覺得喜不喜歡 喜歡 所以拍拍右邊的肩膀說 不要再去摸摸買 再拍拍左邊的肩膀說 不要再去全聯買了 不要再去全聯買了 垂垂自己的胸膛 一定要在東升買 原因 只有我們做到一件事 叫自用省錢 分享怎麼樣 各位你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幾乎沒有你想不到 沒有你買不到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跟我們來看看 這個就是點觸經濟的時代 現在你在傳統的所有消費裡面 有沒有都有人問你 有沒有加入會員 沒有 你要不要累積點數 沒有 我們來縱觀台灣這些會員經濟 只有做責讓 跟回去消費的責讓 對吧 如果東升也做這樣的點數經濟 但是累積的點數 到月底結帳之後 全部退現金給你好不好 好 我問一個問題 你喜歡點數的請舉手 你喜歡現金的請舉手 有人不熟規矩舉兩手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我所認知的這個 我消費任何東西 會退現金給我的 只有哪裡 所以再注意一下 拍拍右邊的肩膀說 不要再去MOMO買了 不要再去MOMO買了 各位你不要小看這樣的一個模式 我們在上個月 整個集團的EPS已經超越MOMO了 有沒有很棒 給東升掌聲鼓勵很厲害 好 所以我們要做 東升要做的就是 讓所有的東西萬物有PV 這個PV就是我們所稱的點數 我們做一個解釋 在東升的通路裡面 未來的十一住行娛樂裡面的 所有消費通通都有PV 你買iPhone買Dyson買冷氣機去吃咖啡 去喝咖啡去吃飯館 都會退現金給你好不好 好 而且我們的PV是等同美金 在今年度等於1點等於1塊錢美金 恆定目前是30塊台幣 有沒有很棒 有 光聽到這個東西感覺就很爽 為什麼 現在美金以台幣的匯率是多少 沒有到30啦 20幾咧 267而已 對吧 多少了 29點幾了喔 但是東升還是給30 有沒有很棒 還是要給東升掌聲鼓勵好不好 所以現金有沒有比較好 有 那我們看看 他在線上網聯通的部分 怎麼退現金給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好不好 因為各位有沒有看到這些 所有的商品有沒有看到PV 我今天買面膜買電風扇 買烤麵包機 月底結帳還會退9塊錢美金 12塊錢美金 7塊美金給我 你覺得消費者會做什麼選擇 他會不會去這裡買 會 包含這個叫做電波 這個在疫情期間有沒有發現 我們來看做比價 有沒有看到是Pichon的 有沒有看到是Momo的 有沒有看到是東升的 哪裡比較便宜 都 即便價格都一樣 只有哪裡有PV 我也不是強調說東升就已經比較便宜 因為不一定黨籍不一樣對吧 對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搜尋到比較便宜的以外 還有PV 你覺得棒不棒 好 除此之外 包含最近是什麼節 好兄弟節 我們都上面都有這樣的商品 前幾天我在搜尋 我看到連點光明燈都有PV 有沒有很棒 有 再給東升鼓勵 好不容易 會在去年我看到這個連點光明燈都有PV 我已經嗅到味道是包含這個商店通交開始 連這個都有很厲害 除此之外 剛剛有沒有聽到一個叫做草莓網的 草莓網我們喜歡把它稱為叫做線上的百貨公司 各位我們以前去百貨公司看到一樓的精品 看起來喜不喜歡 看到價格先退一步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買這些精品原則上在過去能出國的時候 通通去哪裡買的 免稅店 東升的草莓網提供一個叫做比免稅店還便宜的價格 你覺得棒棒 好 除此之外不要忘記了我們都還有什麼 PV 比較便宜還推現金 而且光這個東西你都有機會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東升網聯通的會員 你可以人在家裡面透過手機賺全世界的錢 你有沒有覺得很棒 我舉一個例子 我只要把這個我要賣各位有看到嗎 點擊之後把這個連結分享到全世界各地去 只要有人買了 東升從香港幫我發貨 他是用什麼貨幣全部幫我收限 月底結帳9塊錢每期變我的 你覺得這樣分享有沒有很棒 有 所以有沒有機會賺全世界的錢 有 這唯有跟東升合作有機會 而且他上面賣的東西都是大家習慣的 包含這個 有沒有給各位做比較 這個是小黑瓶 以前知名的叫小中瓶 現在叫什麼 小黑瓶 在升恒昌賣多少錢 5785 對吧 升恒昌有沒有比較便宜的 有 來我們給各位看看在東升賣多少 2880塊 掌聲鼓勵一下 重點來了 除了比較便宜有沒有PV 而且如果把這個資訊發給我國外的朋友 他原本就在買了 你覺得他會不會買 送貨不用你送收錢不用你收服務 服務不用你做 但利潤由你賺 這樣的生意模式 你有沒有覺得很棒 所以講到這個地方我要做一個簡單的區隔 沒有錯 東升電商直銷 在台灣被定為多層次傳直銷 那是制度分論的問題 但是我剛剛所提到這些概念 有一般的直銷公司能做到嗎 沒有 所以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我要大膽的講 在我的眼裡 在台灣的直銷公司400多家 只有東升跟其他 你怎麼不掌聲鼓勵一下 只有東升跟其他 因為其他幾乎放單不放下 只有東升有辦法做到日常百貨 包含未來十一住行議論 都能進入分論 有沒有很棒 好 那接下來我給各位看看 這個都是知名的 好 那當然 現在如果你是我們網聯通會員 你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叫做商電通 我也知道今天有很多人為了商電通了 沒有錯吧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升級版 我們在八月應該是說七月三十號 第一次公布這個訊息之後 已經造成市場上非常熱烈的反應 包含很多知名的連縮廠商 來跟東升洽討之後都非常滿意這個 所以商電通在九月份會正式上線 大家期不期待 期待 但重點來了 我想要問各位 你有沒有去吃過好吃的餐廳 有 有沒有去喝過好喝的咖啡 有 你想不想未來去那些地方消費有回饋 有 那個店家是不需要你幫他分享 有 如果這個是你心裡面的答案 未來邀請更多這樣的店家 來跟我們合作好不好 好 我接下來講商電通的概念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新的商業模式 剛私委經理有講過二十幾年前 做過這樣的商業模式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網路不發達 所以要做分論 要做連結難度高不高 那個時候我們是很特別 去任何我們的所謂的 這個叫聯盟商店消費 要拿三連單 消費完還要簽 然後一張留給店家 一張交給公司 一張留給自己 月底再算一次 你覺得麻不麻煩 你覺得這麼麻煩 會有很多店家加入嗎 錯了 短短半年 兩千七百多家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我當初來到東升 是因為看中東升 這樣的一個商業模式 我等了兩年 終於來了 給東升掌聲鼓勵一下 它完成為一個重要夢想 讓所有的人 在所有的消費結構上面 都能做到分論 都能做到分享 而且集團願意讓利 這樣的全新商店模式 我膽敢講 目前 未來我不知道 目前只有東升 有辦法做到這麼徹底 第一個 這個叫做升級版的 什麼 線上網聯通 所以我們現在這麼說 就線上網聯通 線下什麼 請記住 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叫西零售的結構 所以我們未來 不只線上購物 在東升購物 在草莓網的消費 跟自用省錢 跟自用這個分享賺錢以外 未來只要來跟 東升合作的所有商店 我們會發動所有的 會員去做消費 因為我們自己消費 會不會省錢 會 我們所有會員會不會 幫他們分享 會 因為分享會怎麼樣 所以講到這個地方 商店的朋友們 尤其你是開餐廳的 開咖啡廳的 你要好好注意這個概念 我怎麼形成這個邏輯呢 很簡單 因為東升擁有行銷 廣告跟大數據分析 我要特別強調大數據分析 因為東升經營會員這件事情 已經經營了將近23年 從東升購物時期開始 總共的會員人數 曾經在東升留下資料 買過東西 請記住喔 是買過東西 代表願意消費的 有1100多萬人 這個數據庫大不大 大 接下來東升要用這樣的資源 來協助我們所有的店家 增加人流 增加物流 增加什麼 金流 你覺得幫不幫 好 而且我們還會動用 東升新媒體的力量 幫你做行銷 幫你做廣告 讓一般的店家可以增加 非常多元化的收入 光聽起來感覺好不好 好 所以拍拍右邊的人說 商店通一定要來加入 商店通一定要來加入 所以這是一個全新的商品 我說應該是沒有人做過 認同吧 好 那中間我覺得最重要是 第一波聯盟的對象是很重要 未來我們一定會有 十一住行 娛樂 吃喝玩樂 但是我們第一波的目標 叫做餐廳跟咖啡廳 我再強調一遍 我們第一波想要聯盟的對象 叫做餐廳以什麼 咖啡廳 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民以什麼 民以死為天 消費吃飯喝咖啡 這個是很多人的什麼 社交行為 跟每天要做的事情對吧 對 但是因為疫情 有沒有發現現在的餐廳很可憐 都被兩家公司強姦 一家叫服務 什麼 一家叫什麼 U什麼 林檬耶 為什麼 因為他們幫忙導客要收取30到40%的 這個是要什麼 服務費 服務費 欸你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有 我都發現現在開店的人 只有兩種人 一種叫做他不得不開下去的 所以一定要跟那兩家合作 你覺得有沒有很辛苦 有 如果這兩家合作的條件 我們沒有開到跟他們一樣 但是我們導客能力可能比他強 你覺得他該不該來跟我們聯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感見 所以我們第一個叫做餐飲業 我們要打造一個東升的生活圈 讓我們這一千一百七十萬個會員 有優質的餐廳跟優質的咖啡廳 可以去消費以外還可以 怎麼 讓利 更重要是我們會幫他帶來 源源不斷的客群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拍拍左邊的人的肩膀說 商店們有福了 商店們有福了 所以好處到處看得見 這樣一個分潤機制跟多重的收入 我還是不免其說的 他就是一個組織行銷 所謂的在台灣叫做多層次傳失銷概念 講到這個地方你不要拒絕他 我要講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擁有組織行銷所有的優勢 但是你不喜歡的通通沒有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拍拍右邊肩膀強調一遍 我們跟一般直銷不一樣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這裡細細的談一下 如果店家來跟我們做合作 他必須付出什麼樣的權利 你必須以義務好不好 好 第一個叫做商店通 如果你來跟東升做合作 你需要我們幫你導客 這1170萬個會員 你只需要做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叫做讓利 可不可以 而且這個讓利很特別 消費完成了 是從消費者的消費金的裡面拿出來的 不是從你口袋拿出來的 我要特別講一點 請問這個有沒有感覺比較好 意思就是說我東升幫你導客 有客戶去做完消費了 你才拿出這10%到20% 這樣認同嗎 這10%到20%是東升拿走的嗎 NO 他去做分論 什麼樣的分論 第一個 我們當然要讓客戶得到 有獲得好處的感覺 認同吧 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有一個咖啡廳 他跟東升合作 他可以選擇打10% 15%跟20%的折扣 其中客戶如果自己去消費 這個月消費了咖啡300塊 下個月退給他30塊 感覺好不好 我講的是現金喔 你覺得這樣會不會造成 有效的客流量去 這是第一個 所以呢這10到20% 其中的5% 10% 15% 是讓利給誰 我覺得是這樣子喔 生意是這樣 如果我們開的條件再好 沒有人來消費有用嗎 沒有 第二個 開開發商店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們大家在這裡 很多人都沒有開店對不對 但是我們希望各位去幫我們 找出優質的店家好嗎 好 但是東升不會 沒有被 不會虧待你 你去找到一個店家 他覺得不錯來跟東升合作之後 未來 所有東升的會員 幫你倒客過去做消費的 所有營業而開發的人獲得幾% 這樣有好嗎 好 所以我現在就說喔 如果你要開什麼餐飲店 不要開了 已經開著的人沒辦法 但是如果你要創業 你可不可以來跟東升合作 我可不可以看哪一家店家很好 我去開發它 未來我創造那一家店的1%乾股 厲害了吧 重點的是第二個叫推薦消費 我可不可以開始去告訴我的朋友們 現在你來加入東升的網聯通 或加入東升的電商直銷 未來你去全省各地消費 都有5到15%的讓利 你覺得好不好 好 重點是由你綁定的這些會員們 去全省各地做消費 只要消費完成了 又有營業的2%給你 有沒有很棒 有 所以東升只佔2% 這是營運成本 你覺得這個結構合理嗎 合理 我講一個最重要的 重點是店家 店家來跟我們合作 他也可以綁定很多的會員 而且店家可以做到跨界收入 我等等提到好不好 那接下來一一的來做解釋 第一個開發店家 所以現在我想問各位喔 再問一次 你有沒有吃過好吃的餐廳 有 你有沒有喝過好顆的咖啡 有 拜託 推薦他們來了解商店弄好不好 好 因為他只要認同了 加盟了 未來這家商店 東升導客過去的消費 你有多少 有 感覺有沒有很棒 有 拍拍左邊肩膀說 我們可以做餐飲大盒嗎 所以我都可以想像 經過半年後 如果有人問我 你看老師最近要幹嘛 沒幹嘛 最近投資三家咖啡廳 然後投資兩家餐廳 然後還開了四家手搖飲 啊你還會抓狗 沒有 投資一點點 一點點 幾% 感覺好不好 好 再拍拍右邊肩膀說 感覺很好 感覺很好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喔 只要有你開發進來的店家 這一%就會跟著你 有沒有很好 第二個 如果這個我們叫做跨業占股 有沒有發現是占股了 你不用再花大錢了 重點來了喔 你需要去洗碗嗎 有 你需要去招呼客戶嗎 有 如果店家虧錢了 需要你負擔嗎 當然他跟東升合作不會虧錢 這樣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叫做推薦消費 你會不會去開始告訴朋友們 東升這樣的消費機制 我們共同綁定更多的消費值好不好 我們過去四年綁定了70萬個消費者 未來半年我們一起努力綁定到200萬 可不可以 重點是130萬多出來的 你想要要用多少 因為這些人未來去東升所有的地方 消費你都一起趴 感覺沒有很棒 而且這些客戶的服務需要你嗎 你需要去成立自己的會員機制APP來綁嗎 東升有沒有發現都幫你準備好了 這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這個叫做跨業收錢 那當然如果你是商店通的店家 你也擁有這個資格 只要有人來結帳 你可以問他一句話說 要不要加入我們的商店通 未來在東升的所有商店 消費都有折扣 你只要開口講這句話 未來這些人去其他地方消費 你都可以跨業收錢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概念 今天我開一家什麼 開一家咖啡廳 我的客戶來消費 我幫他綁定之後 未來他去其他地方消費 我都有兩趴 感覺有沒有很好 我就不用去想盡腦之辦法 要開加盟店了 我可以開跨業加盟 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生意 所以這樣的萬物有PB 大家懂了嗎 除了線上消費以外 包含這些人 他到線上消費 你只要幫忙綁定 都有PB的60% 感覺有沒有很好 有 所以拍拍右邊尖板說 這太厲害了 這太厲害了 所以這個叫跨業賺錢 好 所以來 我告訴最後各位一個關鍵 我們怎麼吸引顧客來消費 這是店家想聽的 認同嗎 認同嗎 認同 你現在其實整街上 全部大家都打九折 等於有打折嗎 沒有 沒有打折嗎 但是如果你告訴客戶 我們這裡不是打折 叫做退現金給你 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有 有沒有發現消費者是Kimochi 有沒有發現 所以呢 他覺得我來消費會退現金給我 而且退現金給我這個現金 我愛去哪裡花就哪裡花 感覺有沒有比較好 有 其實目前這樣的一個邏輯 有沒有人在做 沒有耶 只有在東升做 所以未來我們東升的所有會員 包括是晚年通會員等等 以後看到商店通的logo去消費 都可以享有5到15%的回饋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對店家而已 我告訴他這個叫做精準回饋 而且是精準的導客 而且是有消費能力的 有沒有很棒 那當然我要講的是 限下實體商店 你一定聽完之後 你要很了解這件事情 東升今天不要來賺你的錢 東升確實是 把他過去20幾年的會員 整合起來 要導客去那裡消費 所以我們東升 絕對是你最強的合夥人 認同嗎 認同的話給東升集團掌聲鼓勵一下 這不容易 重點是要經營我們要的 共同的會員經濟 天羅地網 你即便是一家店 你原本的會員可能是數千人而已 只要跟東升合作 我講難聽的可能變70萬人 沒有錯吧 如果你又認真綁定未來這些人 在東升的所有循環通路裡面消費 通通都有跟你有利潤的關係 聽懂的店家他一定很興奮 這樣了解吧 所以這是現象實體的門店 所以網連通 70萬個會員 我要講一個很重要 剛剛有提過的資訊 我們在2018到2022年 總共綁定了70萬個會員 我在強調 這是精準有消費 願意消費 樂於消費 樂於分享的會員 不是隨隨便便的 我們光在去年網連通 我們有一個族群 叫做手刀群 跟好康分享群 光去年一整年打造了21億的業績 掌聲鼓勵一下 來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來的店家 你要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光線上網連通 一年就可以創造21億的消費營業了 如果接下來在我們啟動 這個商店通開始的一年後 也是21億好不好 我想問問店家們 這21億你希望分多少 所以拍拍左邊 肩膀你分你一有 哇賽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我們拍拍左邊肩膀說 21一起來分吧 21 這很厲害好不好 所以這是新的三模 再強調這絕對是新的三模 那當然加入商店通有什麼優勢 我這裡是講給店家聽的 那當然如果今天你是來的人 你可以把這個資訊 分享給你身邊的店家好不好 好 第一個優勢我來整合一下 增加來客數增加業績 你覺得是不是店家所有人的願望 我要強調 東升會協助導客 而且會很精細 把1100個會員 把你的店家資訊 想盡辦法讓他們看到好不好 那當然 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叫什麼 創造多元收入 因為你不用再去成立自己的會員機制 你不用再花幾十萬上百萬 成立自己的APP 東升就有了 而且我們的會員機制很廣 是難破所有消費 如果你原本是店家 你成立自己的店員 這個叫會員機制 只能回到你這裡消費 沒有錯吧 但是來東升 我們還給你一個很棒的優勢 什麼叫優勢 就是我幫你送錢給他 讓他加入你的會員好不好 好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更大的力道 有 重點來了 他成為你的會員 網連通會員之後 未來的十一住行威樂 跟東升購物網 以及東升草莓用的消費 都跟你有利潤的關係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創造多元的收入 有沒有很棒 有 請各位注意喔 如果你原本只是開咖啡廳 只能做咖啡廳的生意 認同嗎 但是來跟東升合作 除了做咖啡廳 他買衛生紙 去吃乳酪飯 去買任何東西 都有跟你相關 你覺得這樣還不好嗎 所以這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 重要的什麼 會員經濟概念 而且這些會員 東升會好好的幫你照顧他 有沒有很棒 我們先給東升掌聲鼓勵一下 這不容易 所以這是剛剛提到的 有沒有 這用商店通幫助你經 你的這個叫做 會員經濟的消費 好 最重要是 吃好燙燙 有沒有聽不懂開燈 吃好康的會去分享 這很正常嗎 各位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開一家咖啡廳的 你來跟東升合作商店通知喔 你的業績跟人潮有明顯的提升了 你會不會想要把這個訊息告訴朋友 重點是你會不會把這個訊息告訴跟你一樣在開店的朋友 過去我在強調喔 過去你做這個動作跟你一點好處都沒有對不對 但是來東升你可以建立一個你的餐飲聯盟 我可不可以開始推薦這些店家進來 推薦就會進入補資行銷的結構裡面 他們未來的消費會不會跟你相關 他們未來發展的會員會不會跟你相關 多元收入來源 我覺得這個是會滾動很恐怖的 包含未來都還會有國際市場 有沒有很厲害 當然這個細節帶你來的朋友 我們讓他幫你做說明 我不多談好不好 這個就是多一個生產的渠道 那最重要是這是我剛剛所提的 你今天沒有開店的 你可不可以成為餐飲大亨 會不會 我們那一天有一個講師是這樣子 他說知道這個商店通之後 他要去我們旁邊的那個饒河夜市 站在門口用力的跺一腳 然後我說 這都我的 聽懂嗎 因為你走進去跟他那邊分享 如果全部讓你親起來都有一趴 你是不是饒河夜市一趴的股東 你有沒有覺得很興奮 有嗎 有 但是你要讓他知道有兩個方法 一 你要會講 二 你可不可以帶他來了解 可不可以讓他來了解 所以這是你也可以成為餐飲大亨 包含你原本開在饒河夜市的店 你可不可以去跟其他夜市的店家講 可以 你不用再開分店過去 你跟他講完你就佔股多少了 你感覺有沒有很棒 所以拍拍右邊間講說 你們好嗎 好 所以一定會是商店通 這是東森的資源 我要告訴各位 今天如果不是東森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詐騙機頭 你理解嗎 如果不是東森這種資源 然後就說那有可能 是真的嗎 但是以東森而言 我們都有新聞發表會 都有新聞查得到這些資訊 有沒有發現 這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用最簡單的方式 串擊商店通 接下來我給各位看看 這樣很重要的界面 因為我們跟了一個很重要的平台合作 叫做Google Map 有聽過Google Map嗎 有 其實這兩年我問各位一個很重要問題 你出去找餐廳 你會先在哪裡搜尋 就是Google Map 所以我們直接跟他合作好不好 好 我要告訴各位 這是要給店家看的 我們導客能力做到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有70萬個會員 拿起手機 每天會拿起來的 打開就會看到商店通 那點進去商店通之後 我們就開始幫你做 有效區域性的導客 點擊進去 你會看到商店通的icon 跟首頁的banner 然後你點商店通進去 它會直接把你的手臂 手機的GPS 導航到你現有的位置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的附近 有什麼店家來跟東升合作 這樣有厲害嗎 有 我們不是亂槍打鳥對吧 我不會今天在台北巴德 然後跑出來商店是台南的 不會 我今天在台北的巴德 跑出來就附近的商店 然後我就發現 我去那裡消費會有回饋 你覺得我會不會去 會 所以我要來點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覺得很重要是 線下的消費我們全部用雷點回饋 我要特別講一遍 因為店家會怕麻煩 我們這個幾乎是掃點雷點完 客戶後台會出現 店家的扣台會出現 月底結帳來跟東升結帳就好 那重點一個很大的關鍵 Uber Inter跟富胖大 錢都是誰先收 都是平台先收對不對 那你看東升多大氣 這些消費都是店家先收 月底結帳 再會不會給東升 給東升掌聲鼓勵一下 我跟你講沒有這麼大氣啊 你聽懂嗎 所以很多店家擔心的 沒關係我們都想好了 錢誰誰收 店家收 現在是我怕你跑掉了 你懂嗎 所以這是第一個 雷點的回饋 那上面去做到相當相當的減佩 你不用擔心 對於我們消費者也很簡單 你知道消費完輸入你的金額 累積點數 然後我們月底會幫你結帳 該退給你就退給你 該回饋就回饋 來跟公司結帳就做結帳 有沒有很厲害 有 光要做這個APP 你個人沒有花一兩百萬以上 你做不起來 這樣認同吧 所以重點你看喔 光店家來跟這個叫做東升合作 這筆錢省就省百萬了 我們給東升掌聲鼓勵厲害 好 最好我整理這八大項 請大家記清楚 好不好 不管你是認識店家的人 或者是你目前是店家 我只有一個很重要的利基點 我是站在你店家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是低門檻百分之十 我們百分之十就可以回饋了 沒有錯吧 UberEat跟突發達多少 38以上啦 還有那個點擊率幾乎叫做40% 我們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來光這一點就幫你省錢 你是一家營業額 由夫方的導引客戶 營業一個月二十萬的人 如果你把這樣的導客方式換到東升 我立即一個月幫你省六萬 為什麼 40%減10%多少 30% 20萬的30%多少 五星級嗎 五星級嗎 五星級 第一個我覺得這狀況的優勢 第二個 我們有1170萬的真實會員 我不是拿來跟你開玩笑的 我再強調一遍 這二十幾年來 累積了二十幾年 所有在東升的通路裡面 消費過的會員 我說的是消費過的 不是註冊而已喔 有真實買單的 那這其實1170萬會員裡面 有70個是幾乎每天會打開手機看的 這樣子會員導客 你覺得強不強勢 如果你在台北市我覺得最棒 這叫做70萬國網聯通 其中有超過二十幾萬 是集中在新北市 有沒有很棒 所以拍拍左邊的人說 新北市 台北市真幸福 那當然 如果你是商店通 你未來 來跟東升共同經營這樣的會員機器 未來他們這些會員 跨電消費 你有沒有2% 有 不用你開啟他的店 不用你做其他APP 你只要做件事情 就請你的櫃台人混 你有沒有網聯通 你有沒有網聯通 對 那如果他沒有說 你現在掃碼 馬上送你500 你這次的消費可以折抵200 他會掃嗎 會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商店來幫網聯通很厲害 除此之外 如果你覺得做得不錯 或者你身邊有好吃的咖啡廳 好喝 好喝的咖啡廳 好吃的餐廳 要不要邀請他來 要 你可以開發店這樣一趴永續 有沒有很棒 有 重點是這些所有的會員 未來他在東升 購物的所有通路消費 都有批的百分多少 60 而且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們既然跟Google Map合作 有沒有發現Google上面有好評 評論 我問各位齁 你這些評論 你以前早餐廳看到評論 你看到多少的以上你會去吃 精準 我有經過調查 4.2到4.5 對不對 太高是假的 太低怪怪的 有沒有發現 第二個你要看評論數 要超過數百折的 好 那我們 我們跟Google合作 我們所有的消費者去消費完之後 最後結帳 我們會邀請他 一定要寫評論 所以呢我又說店家來跟我們合作 你要準備好你的品質跟服務 只要你的餐點不難吃 只要你的服務人員長得不是很醜 OK 一定會有好評 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好評是你花錢都花不來的 以前都還有 現在Google已經有自動篩選機制 防止你洗白 所以光這個價值的多少 我不知道 重點是 任養店家的機制 請記住我們還有8萬個 組織行銷商的會員 擁有開發的資格 我講一個最直白的 來我問一下 今天有沒有 第一次來的店家 有 舉手我看一下好不好 帥哥齁 我問你一個問題齁 今天如果台發你有這麼多好處之外 還有一個億萬身家去那裡做客服好不好 不用欠水 然後一個月可能會去個一兩次 因為我簽你的嘛 我們東盛有個很重要的關鍵 叫做服務得天下 我會去服務你 服務的同時我還帶客戶去消費 消費完 我消費完我不會像客戶這樣坐在那邊 我看到那個餐桌上面剛好有個東西沒有收 我幫你收好不好 好 我會走到櫃檯結帳的時候 我會幫你問客戶 你沒有網連通 你現在少送500 馬上整理200 你覺得感覺好不好 好 你會不會簽 會 趕快簽一簽喔 給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好 好 我就是進入任兩天家的機師 這樣理解嗎 有 我們有八萬大軍可以服務 絕對足夠 好不好 那最重要是我覺得先機卡位 各位 我們是第一波 什麼叫第一波 未來9月份APP上線之後 你會出現在第一波的墊加 有以下幾個優勢 我剛剛提到的東盛有一個叫做 東盛新聞影的媒體力量 沒有錯吧 來 我們用我這個Google的好評 我們會去撈出 第一批上來的店家裡好評數 比較多的 我們東盛新聞影來採訪好不好 好 這幾錢 我要講 不相信你回家自己打電話 見東盛新聞影 如果你開餐廳 你說 我們可不可以請你來採訪 他一定要你的錢 但是這部分 如果你是東盛商店通的 你就擁有這個權利 但是呢 我還是講 你的什麼品質要不要好 服務要不要好 這兩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幫你 你懂嗎 但是你要來客數多 好評好 你就有機會 獲得被採訪的資格 這樣的先機性中重要 各位你思考一個問題 現在是50家 一年後是5000家 哪時候比較好 而且我們現在是 所有的會員 開始要去享受 那5%到15%的回饋 你是第一批上來的 你覺得我們會不會去試 對 來今天喔 第一次來的朋友 第一次來的店家朋友 請舉手 拜託請舉手 我看一下喔 手放一下 我個人 跟我們所有的會員 可以給各位一個承諾 你來消費之後 我們光去吃 你就只等了好不好 好 好不好 我們給這第一次來的店家 掌聲鼓勵一下 不容易 好 所以未來去周四蝦捲 有沒有5%的回饋 有 包含下午 熱騰騰的 下午 下午鋼籤的 熱騰騰的 這一家在全台灣有120家的分店 叫做 台灣雙將 120斤啦 下午老闆帶一個 加盟主來 同時加入我們的商店 你要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所以未來會不會有 更多更多知名的 我都說如果你規模不如他們 你還不來跟我們合作 你會後悔 就好像當初UberEater 當初沒有人的時候 他是比較鮮難 但後面 有沒有大家要主動找他了 那種狀況是一樣的喔 那當然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你來跟我們合作 我要這裡強調出 我們跟一般直銷公司的不一樣 一般直銷公司希望你參加 買你用不到東西 這懂嗎 但是商店通的店主們 你來跟我們合作 開店你來 行銷由東升可不可以 而且不要忘了 我們擁有一個叫做分眾傳媒 我應該是說 全台灣分眾能力最強的媒體 來幫你做導課動作 有沒有很棒 有 而且你看喔 每日好店推播 我們現在有 這是公司的族群 東升的EasyCare 五千人 第一群第二群 包括加起來一萬多人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的團隊裡面 的族群加起來一萬多人 重點是如果你的店上來了 我們會免被幫你推播 有沒有很棒 沒有 會收你費用嗎 不會 還會跑去你店裡面做消費 我們給這些很認真的事業商 掌聲鼓勵好不好 這不容易 那重點來了 一般打折沒有感覺 東升接下來會提出 提出這些行銷方案 第一個叫做總裁來請客 感覺好不好 好 如果你們第一次認識王定林總裁 或過去聽過 你現在聽我講 你會不要 這我看過最 最怎麼講 最大方的老闆 超級無敵大方 他喔 我們跟他合作這兩年 感覺他就是 源源不斷的 一直送錢給我們花好不好 好 拍拍右邊肩膀說 這個人看錢不是錢 他居然想出一個行銷方案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東升幣 我們有一些叫做折扣能力 所以未來商店如果跟我們合作 王總裁會不定期的推出 叫做總裁來請客 感覺那種什麼 比如說我們今天 就那個叫做咖啡廳 全台咖啡廳 往連商店弄了咖啡廳 我們去消費都可以買一送一 但是店家收到了錢 是一杯的錢 不是被打成的鐵 因為這錢是誰出的 東升出的 這種行銷力道強不強 這叫做強迫給你錢 這樣聽懂嗎 所以拍拍左邊肩膀說 這種錢一定要來領 還有超級會員制 包含媒體推播跟會員分享 這是我們會常態性的一個行銷方案 所以很多店家說我來跟你合作 我會有什麼好處 這個好處你覺得棒不棒 這些都是主動的不是被動 是精準的導客 各位 那當然 輕鬆加入商店通 這是一個重點 怎麼來跟商店通合作 這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好不好 那我要講一個事情是 過去你可能去跟付Panda什麼合作 你每個月一個月要付4千多塊 每個月要付行銷費用 你拿不到任何東西認同吧 認同吧 但來跟東升不一樣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我們希望你是成為我們的 消費聯盟的一員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們需要你花52980 幫你的店自己打廣告好嗎 好 但是我們提供給你的價格不是 價值不是52980 我們的分眾傳媒直接給你 12萬6千次的曝光 我在強調遍喔 12萬6千次每一次曝光10秒 你思考一個問題 你如果以前跟我一樣開過店 你請公讀生去發DM 一張的成本 一定超過1塊錢以上 你的52980 我們可以精準的曝光12萬6千次 價值嗎 有 我們給東升的佛心掌聲鼓勵 這不容易 第二個 簽訂商店的合約 來上架我們的ECT 這裡會收一個叫做2800 我再講一遍喔 一輩子幾次 一次 它不是每個月收 不是每年收 是一輩子幾次 一次 有沒有很佛心 有 付胖到UberEater是每年收耶 所以你知道完成這兩個資格 你的店家就可以上架 就可以開始得到東升的導客了 這樣好不好 好 那當然我們所提供 這是我剛剛所提的12萬6千次 有沒有很好 有 而且你可以選擇你的區域 有沒有很棒 舉例如果你在台北的大同區 你可以把曝光的這個地點選在大同區的大樓的電梯 有沒有很精準 有 有沒有很棒 那除此之外還多送你紅梨果膠 還多送你精油 還多送你火拳 有沒有很好 有 火拳有沒有很棒 有 如果各位大概一年前看到我 你會覺得我算是60歲的老頭 對 各位紅伴你覺得我現在像幾歲 70歲 你們嘴巴都好甜 其實我今年48歲 但是因為這個產品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有些實用 所以你看我們店家的老闆辛不辛苦 辛苦 壓力大會不會胖 壓力大胖就要吃紅梨果膠 對不對 對 然後如果那個被油煙燻酒會變老 對 就要吃火拳這樣好不好 好 給東森的佛心掌聲鼓勵一下 照顧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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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這個分眾傳美 我覺得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的介紹好不好 讓大家初步了解一下 科技日新月異 誠實的進步 也開始不滿美的角落 貼近白禮階級生活圈 每日接觸四百零五萬上班族 超過一千三百棟住宅 不夠難數位化 輕鬆共度新選擇 零碎時間有效曝光 每日迷睛路線 深入消費者生活 分眾傳媒 最貼近生活圈的媒體 事實上 目前大家在這個捷運上 看到的這些網告 在樓宇辦公大樓 跟住宅區 看到了很多廣告的 這種站牌跟LED 都是誰的 東森 東森居然把這個資源 拿出來給我們用 有沒有很棒 有 掌聲鼓勵一下 不容易 那後面有兩個影片 我就跳過 其實都一樣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 除此之外 因為如果你的底下有很多的店家 你自己是直營店 你自己是總部 底下有好多店家 我們還提供更棒的 就是你可以一次買三個 分眾傳媒的套組 我們額外贈送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精準的分析簡訊 我這個要特別強調一遍 什麼叫精準的 叫做分析簡訊 我們東森有一個很特別 很厲害的力量 叫做會員經營 這1700多 1170萬多的這個會員 我們有辦法精準的分出 他的年齡 他的所在地等等 如果你是一次使用三個分眾傳媒套組的 東森加送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一樣喔 你可以 比如說你在什麼大同區 你可以選大同區 我們會撈出我們的數據 幫你發送手機簡訊 發送給他 然後你不要小看東森做這個事情 蓋洛普調查 東森的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簡訊互動 高達36% 高不高 因為我們是精準的發 比如說你是餐廳 我們就會撈出喜歡在我們東森購物 買食物的這些人 發給他他對於美食會有興趣 你覺得這種互動率高不高 那當然簡訊內容 你可以做出銷 幹什麼 這個是東森額外在送的 有沒有很棒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那所以最後我要講的是 東森嚴選 這個在台灣有沒有行之有年呢 很多消費者已經習慣東森的品質 對吧 那接下來如果在商天通的部分 也有東森的嚴選這幾個字 他經過我們審核 經過我們所有會員的一致認同 你覺得他的生活會不會棒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有很好的產品 來可以來做大型的會員經營 有沒有發現 我們給他消費 給他消費的樂趣 給他消費省錢 我們還給他健康 給他美麗 消費有興趣 買到他喜歡買的 然後分享他喜歡分享 這樣子的會員經濟 就是東森所做的 有沒有覺得很棒 所以來跟東森合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很棒 那這些產品 我就不做細節的不打 因為幾乎都是得獎的 重點除了得獎以外 還有很多的見證 像我本身就很好 原本像60歲老頭 現在終於感覺像人一些 有沒有 好 那當然 唉唷 還是討厭 OK 所以東森嚴選 這個我不做不打 最後 請各位 如果你是 剛來的朋友 你第一次來的朋友 你一定要掌握這個現金 我可以預告 未來半年 會有很多人 因為這個 賺到相當多的錢 有沒有很棒 所以拍拍 右邊的廳禮堂 趕快來賺錢 趕快來賺錢 所以 最後 給各位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東森要發消費券 好不好 好不好 那這些消費券 只能去一個地方 商店通的店家 店家聽完有沒有感覺很爽 有 我要講一遍喔 東森要發消費券 消費券 只能去哪裡消費 跟商店通 就是商店通的店家商消費 所以第一批來的 有沒有很棒 有 那怎麼得到很簡單 你只要推薦朋友加入 我們現在東森的電商直銷 不管他是一般的個人 或一般的店家 東森送給推薦的人 一千塊的消費券 沒有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而且我們推薦朋友加入 也送他一千塊的消費券 你有好嗎 有 所以我們真實要做到刺激消費 導人流 導金流 這件事情 有沒有發現 有 而且這些消費券 通通由王令明總裁買單 好不好 拍拍左邊肩膀 謝謝王爸爸 所以最後 東森與你攜手共創未來 不管你是開店的 不管你是對未來有想法的 甚至你想來創業的 我們在這一次非常不同 打破台灣所有的 這個叫做商業結構的邏輯裡面 我們一起來賺大錢好不好 希望明年的此時 大家都擁有一個還不錯的財富經濟 甚至於會開發一個更棒的群道 透過東森我們一起來這邊 獲得更好的人生 好嗎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謝謝各位時間 謝謝 其實謝謝我們的明楊老師 我們再次熱烈 開心花過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明楊老師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棒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呢 自己從從入東森到現在 我一直覺得 東森是個非常不得了的企業 甚至呢這次的商店通 一上架完之後 真的每天都覺得 我們爸爸怎樣 忍真好 那忍真好的情況之下呢 總裁大請客 他讓大家一起投入一個 這麼棒的商機 但是很重要的地方是 我們現在看到商機了 我們也看懂他了 那請問下部要做什麼 趕快加入 趕快加入 有人說 可是我沒有餐廳耶 還是怎麼樣 趕快加入 因為你現在掌握的是第一波的商機 接下來所有的十一住行娛樂 全部都會跟你有關 所以我預祝呢 在座所有的家人跟朋友呢 立刻掌握商機 加入東森 我們一起翻轉人生 今天我們的招生會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